有千斤堂的地方,便有美食 作为制药厂的这里,自然也不例外 很快,在庄园外的水塘旁 齐悦摆好了烧烤架子,铺设地垫 王谦席地而坐 王巧儿则站在不远处的树下 爹,我要回家 他大声地喊,王谦没有理会 而是接过齐悦递来的一串烤肉 柠檬汁烤肉 齐悦笑着给他,因为忙碌,鼻头冒出一层细汗 斑驳日光下,闪着健康的光泽 说吧,呲牙一笑 其实是青橘子汁,味道还是不错的 王谦含笑吃了口,点点头 喂,那个熊孩子,是不是不敢吃啊 齐悦冲王巧儿喊 王巧儿抬脚过来了 抓起盘子里摆着烤好的肉串就吃 一口咽下,眼睛一亮 但很快,扭头哼了声 回去之后别说肚子疼啊 没人信的,当大夫做出的东西 只会杀菌,不会生病 王巧儿被戳穿小心思 再次哼了声,不看他 王谦抬头,冲齐悦笑了笑 齐悦也笑了笑 娘子 阿如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阿如来了 齐悦高兴地看过去 阿如,你来得正好,一起来 他笑着,寻声看去 然后,一起来吃的痴子便卡住了 人也争住了 天啊,他眼花了吧 朝云城站在阿如身边 静静地看过来 原来,这个人就是王谦啊 原来,把酒谈欢 是这样的场景啊 当他转过树后 突然看到这 如同一家三口 凄乐融融的场景 再看到那女人 与那男人相视而笑 脑子轰的一声 一片空白 原来,他真的那么高兴 原来,他真的可以 过得这么高兴 原来,真的看到 比想象中的更加的 难以承受 齐悦扔下手里的烧烤 几步就过来了 王谦也站了过来 王巧儿趁机 将盘子里烤好的东西 一股脑地拉到自己面前 一个一个的长 眼前的男人 一脸风尘 瘦了不止一圈 纵然如此 觉得好久不见 但一眼看到 还是很熟悉 长云城 你,你怎么回来了 你,你还好吧 有没有受伤 看着眼前的女人 一瞬间便冲过来 脸上的笑明媚依旧 长云城双耳的嗡嗡声 渐渐变小 受伤了没 他蒸蒸看着这女人 这是他回来后 第一个人这么问他 是他问的 他第一句话 就问的这个 长云城只觉得 嗓子蜡痛 他想到 他说的话 长云城 我喜欢你 没事 他说着 脸上还浮现一丝笑 他也没想到 自己还能笑得出来 但笑似乎又是 很自然的事 就好像一切事情 都没发生 他是他的夫 出征回来 他是他的妻 第一时间冲过来问候 没事 那就是受伤了 真没事 世子爷 有男生插过来 打破了这幻觉 长云城重回现实 世子爷回来了 王谦走过来 失礼问候 长云城没说话 也没回礼 他是个男人 他做不到 也不想做到 这种事若无其事 落落大方 场面有些尴尬 我们再烧烤 齐悦想要打破 这有些闷的气氛 指着烧烤架子 世子爷要不要一起吃 我们 长云城只觉得 两耳再次嗡嗡响 王谦则微微转开视线 带着几分不自然 已经我们了 气氛好像更糟了 齐悦也从最初见到 长云城的惊喜中 平静下来 对啊 他怎么来了 来干什么 一副 桌奸的样子 桌奸 齐悦笑了 你谁啊 这笑 让长云城 也回过神 转眼间 虽然 同样是笑 但此时的笑 已经跟方才那 初见第一眼的笑 完全不同了 这女人又要炸毛了 看来是自己惹到她了 长云城自嘲地笑了 从开始到现在 自己能给她的只有这个 从来不是让她笑 而是让她生气 狮子爷 你不是要来找娘子求医吗 阿如看不下去了 忙提醒她 哦 不知道这次狮子爷 又抓了哪个人质 来考验我的技艺啊 长云城看着她 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见她这样 启悦反而有些没趣 觉得自己有些没意思了 伸手摸了摸鼻头 长云城 冲她躬身失礼 请妻娘子 救救我母亲 她沉声说道 谢氏病了 启悦愣了下 嗯 是抑郁症还是造狂症啊 这个精神科的 我可不是很拿手 鉴于对谢氏的那些了解 这女人极有可能 是有精神问题 长云城不懂她说的什么 所以不会出现 现代人那种被骂的反应 只是保持失礼不动 看着弯身的长云城 启悦叹口气 唉 其实我不一定行的 不过你要是坚持的话 那送来千金堂吧 长云城依旧没起身 我母亲已经不便移动 还请娘子劳累 上门问诊 已经不能动了 这么严重啊 什么病啊 请别的大夫看过没 启悦整容问她 听她这样问 长云城忍不住 鼻头酸色 是啊 什么病啊 怎么会这么严重 她一路狂奔回家 见到病重的谢氏 得知 竟然没怎么请大夫 夫人说没事的 几个服饰的婆子说道 长云城扫过屋子里的人 除了苏妈妈和阿卵 大多数竟然是生面孔 这才几个月不到 谢氏服饰的人 怎么都换了 在听这几个婆子的话 虽然面上恭敬 但神情里的那几分敷衍 却逃不过长云城的眼 她一句话不说 抬脚 屋子里响起婆子们的哀号 这般没用的奴才 留着做什么 狮子爷饶命 狮子爷饶命 被踹到地上 几乎丢了半条命的婆子们 纷纷求饶哭喊 屋门外 一阵脚步杂乱 云城 你怎么回来了 顶其猴匆匆进来 又是惊讶 又是担忧 你可得了兵不同意 不是私逃回来的吧 那可是要杀头株连的大罪呀 母亲都病成这样了 怎么不告诉我 顶其猴 突然被吓了一跳 逆子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猴爷 别生气 是子爷 是担心夫人 一旁 柔柔的女声响起 长云城 这才看到 紧跟着定熙猴 进来的女人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他冷眼看着周姨娘 周姨娘 冲他失礼 神情恭敬 又带着几分羞愧 自乎 似乎对着质问 长云城 周姨娘 周姨娘 周姨娘忙解释 都请了谁看 长云城不看她 冷冷地问道 该请都请了 她是你母亲 她也是我的妻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既然不见好 为什么不请 齐悦娘来看看 定熙猴 猛地站起来 世子爷 自然是想请她 她如今 是咱们这里的神医 只是 咱们家 跟她 毕竟 这个 不太合适吧 周姨娘 忙拉住 定熙猴的胳膊 示意她 别动气 一面说道 长云城 看向她 当然 有你在 的确不合适 周姨娘 面色惨白 低下头 抬手拾泪 世子爷 那件事 真的与我无关 行了 不是因为她不合适 而是因为你 还有你 定熙猴 抬手指着长云城 又指了指 里间屋子里 床上昏睡的谢时 你们 你们赶走了月娘 还有什么脸去 求人家治病啊 再说 请了 人家怎么会立押 那种丢人的事 休想她去做 长云城 看着定熙猴 他不是那样的人 哪样的人 定熙猴 愣了下 长云城 不再看她 也不再 和她说话 请周太医进来 竟然 还请了太医 定熙猴 很意外 又松了口气 这点事 惊动太医 你呀 别让人家说 适从而交 她语气 缓和了很多 摆出 长辈 教训晚辈的态度 她是我母亲 长云城 没看定熙猴 一步一步 走到谢氏床前 跪下 怎么都不为过 世子爷 纯笑 朝廷 必当嘉奖 哪里会指责 周姨娘 盲说道 带着一脸 欣慰 定熙猴 点点头 没有计较 长云城的态度 反正这小子 也没有过好态度的时候 太医 已经进来了 是一个五旬左右的男人 神太祥和 最初是半个月前 有些风寒 鼻息不通 气喘 定熙猴 在一旁 描述病情 请了善名的 安劳大夫 可是 安元派 周太医 盲站起来 恭敬地问 定熙猴 点点头 长云城 看定熙猴的神情 稍缓 低下头 看谢氏 谢氏 面色枯黄 正在昏睡 期间 呼吸困难 不时 发出呼噜声 安老大夫说 我爱 有些痰迷心窍 开了清心润肺的药 原本是有好转 后来 他说到这里 停下 面上有些善善 后来如何 他脾气不好 乱发脾气 动了肝火 当天就加重了 周一娘 在一旁试泪 都是妾身不好 哎呀 说了不爱你的事 周太医 对大户人家的事情 再清楚不过 听到这里 也不再问了 接着 望闻问妾 一刻之后 收政站起来 太医 怎么样啊 长云城不说话 看着周太医 夫人 怕是不好了 此言一出 周一娘第一个 哀哭起来 定西侯 面色难看的 跌坐在椅子上 长云城 俯身在床上 浑身颤抖 竟然这么严重了 想到这里 长云城 再次浑身颤抖 说是太密心窍 咽喉重大 气血不透 他颤声 一字一顿 说到这里 再次俯身失礼 请 祺 娘子 救命 你不用这样客气 快起来 我是大夫 既然有人问诊 我自然会去看看的 多谢 他低着头 慢慢的起身 没有抬头 转身 一步一步的走开了 齐悦看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叹口气 不好意思 只能下次再请你们吃了 他转过身 对王签 对王签满含歉意 性命有关 娘子快去 启悦点点头 带着阿如 快步而去了 王签 看着他们 主仆身影消失 才收回 他转过身 转过身 见地垫上 王签儿面前的盘子 已经全空了 你 都吃了 王签有些失态的瞪眼 王签儿用手帕 优雅的擦擦嘴 站起来 免得那坏女人的东西 害到父亲 女儿替父亲 敲灾了 他缓声细语地说道 举止温柔端庄 只是下一刻 他拎起裙子 蹬蹬地跑开了 淑女风范也荡然无存 王签看着女儿跑开 无奈地摇头 炭火还燃得正旺 被齐悦放在上面的那串肉 已经成了焦炭 王签伸手取下 另换了一串放上来 慢慢地转动 油烟滋滋地响 吃不到 才是更惦记 他自言自语 说到这里 又停下手 知道了 或许更加难了 他说到这里 笑了 摇头 接着专心烤肉 从这边出来 齐悦又回到千金堂 给刘浦成说了 出外诊 拿了药箱走出来 长云成在门外等候 看着这女人出来 并没有看他一眼 便静止上了马车 千金堂的马车 跟一旁侯府的马车一对比 显得又小 显得又小又浅漏 马车向定西侯府驶去 长云成骑马在侧 他恍惚记得 曾经也有如同此时的场景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带着几分冷淡 从千金堂里卖出来 理也不理自己 上了车 喂 去你们这里最热闹的街市 瞧瞧 清脆的女声 在耳边响起 长云成 猛地回头看去 轻步小车 咯吱咯吱地行驶着 车步晃动 遮挡住了车内 安静得 似乎里面没有坐人 长云成收回视线 看向前方 待站到定西侯府门前时 已经是午后了 启悦看着府门 一切如旧 没想到 竟然还会踏入这个门 而且离开之后没多久 命运真是难测啊 启悦微微笑了笑 两侧的门打开了 管家第一个走出来 看着启悦神情激动 在他身后 挤过来很多小丝 一个个意识神情激动 每一个人的眼神 都在打招呼 只是 却不知道 如何开口 七娘子 请 长云成在一旁 伸手做请 是的 走出去的齐悦娘 再也不会回来了 现在进门的是齐悦 一出一回 物是人非 齐悦轻轻提群迈步